开局就干掉了鸡蛋头蛇王 旁边的小兔子向我们发起挑战 干掉了小兔子又来他的双胞胎兄弟 这可不能怪我了 沿着小地图直接去找王冠蛇王 差点就和蛇王来了个亲密接触 绕过捣乱的小蛇蛇马上跟我去盘他 来了 小蛇蛇实在太多了 一定稳住不要慌 有粉丝说被紫色大蛇王给欺负了 OK 等我们解决掉小怪物马上去找他复仇 在我们寻找蛇王的时候 还遇到了欺负你们的西瓜红蛇王 我们要不要把他也一块收拾了呢 找到了就是这条紫色大蛇王追了小粉丝 十几条街 用了二十多张复活卡还是没能干得过他 气得小粉丝把手机都摔了 还被妈妈教训了一顿 真是太过分了 看我今天飞打的他俩哭着回家找妈妈不可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成功将两条蛇王纳入我们的包围圈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惊险又刺激的蛇体描边时刻 紧紧贴着边边往里压 一点点剥夺他们的生存空间 小伙伴们 这两条蛇王有欺负过你吗 如果有哪条蛇王欺负了你 一定记得告诉我哦 我碰到了都会帮你盘的 在我压缩蛇王的空隙能不能麻烦大家 给个免费的小爱心支持一下压压呢 谢谢大家啦 压缩过程有点长却十分精彩 一定耐心看完哦 看我如何一步步把欺负你们的蛇王盘成一团团香喷喷的肉饼 加油 紫色蛇王已经乖乖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稳住小手继续给两条蛇王大力压缩 紫色大蛇王终于支撑不住凉凉了 下面轮到西瓜红蛇王 压压 压压我真的知道错了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你粉丝了 以后再碰到我一定躲得远远的还不行吗 哼 有嘴滑舌的家伙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会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 小粉丝都跟我说了 不把你也盘个九九八十一次都不能解气 还想我放你出去别做梦了 对了 如果您也喜欢同款好玩的游戏 链接我就放在下面咯 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 十几分钟过去了 蛇王终于放弃抵抗乖乖投降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